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千瑞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向导节目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Saramonte Subaru车行 听说他们的新车快到了 所以我们来这里一探究竟 嗨 艾兰 我听说你们的新车马上就要到了 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透露一点呢 你好 是的 我们的新车2022年的全线的车型 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在这个到迪勒的路上 我们现在首先过来的呢 是SUBUR的一台叫做奥虎奥back 今年特别值得期待的是呢 我们有一台全新的越野性能的版本叫wilderness 那台车子呢也在路上 马上就可以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这个车子有什么亮点 和以往的车有什么不同呢 这台车子呢更加着重它的这个四驱的越野的性能 首先呢它的离地间隙 从原来的8.7英寸增长到了9.5寸 所以你的视野会更广阔 你的离地间隙更高的话 你的行车的这个clearance 包括你的这个整个车子的这个运行 在四驱的路上都会更加的顺畅 同时呢它的马力也从以前的185马力 增强到了240马力 同时采用了这个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就是说保证你在越野的时候的马力是足够强大的 那么从整体外观造型上来说呢 它不同于以前的这个前挡的格栅 它增加了保险杠 同时也增加了LED的雾灯 它的整个的造型也更加的越野化 它的轮胎也更加的越野化 可是这个车子还是很值得大家期待的 听起来也不错 那你也知道 艾伦现在的油价呢 正在逐步的上场 我们真的觉得会开不起油车了 那你们公司有没有一些油电混合车的一些介绍呢 我们公司有一款油电混合车叫Crosstrike 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小越野车 这个车子里有一点混合的车子呢 从19年开始就一直在有 但是呢因为它是日本原装的原因 所以说整个车子的供货量还是非常少的 那么2022年的油电混合的Crosstrike 预计会在8月份到9月份左右可以上市 我听说你们公司现在车卖的简直快卖空了 所以新车还在路上 那是不是需要提前预定才能优先的拿到好车呢 对的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的原因 包括整个Subaru的这个芯片的这个短缺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未来半年时间 可能供货量不是那么的充裕 因此呢如果大家决定出手买Subaru的车子 或者说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颜色呀包括配置呀 包括你的这个package 就想走什么样的车子 你最好提前联系我们的Sales的销售 这样呢我们可以今天帮您预定 或者我们可以在整个大的这个系统里面 去找看看别的dealer 有没有这样的车子帮您调过来 这款将要到来的Outback是Subaru推出的全新越野品牌的首款车型 Outback Wildness 路虎荒野版 这款车呢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不同于其他的Outback车款 首先动力增加到了260匹 扭矩为375牛米 采用的是2.4升涡轮增压发动机 车辆的进入角从18.6度变为20度 离去角也从21.7度达到了23.6度 此外这辆车的最终传动比 从4.11比1修改到了4.44比1 使这台车具有更强的低扭 可以更轻松的在越野路面和七驱路面低速行驶 更适合越野 同时这辆车还搭载了更实用的 阶梯型固定式的车顶行李架系统 其静态负载为700磅 拖拽能力呢也是提升到了3500磅 特殊的LE雾灯以及家常的轮毂视条 和引擎盖上的哑光黑色防眩光遮光点花 这些设计呢都可以看出 它赋予了SUBRO Outback Wildness 一个全新的使命 就是可以带着家人拖着房车 去旅行 去露营 去越野 感受大自然的乐趣 当这款车来到Saramonte Subaru车行以后呢 千锐会带着大家一起去试驾体验一下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SUBRO车款 欢迎来到Saramonte Subaru车行 这里的华人销售将结成为您服务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有关SUBRO的促销信息 也欢迎翻看大纪元的汽车板块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